跟着我喊 团队乱改 不说去往 再来一次 立法院临时会准备处理年金改革草案 愤怒的军工叫警嚣劳团体冒着大雨 集结在立法院外抗议 还丢纸球进立法院 抗议团体宣称 现场有超过一万五千人 穿着雨衣高喊蔡英文下台 在院内协商到一半的国民党立委 抽空到台上为抗议者加油 但国民党高层只有副主席郝龙斌到现场 军工叫警嚣劳 是社会稳定的力量 是社会的根本 抗议民众情绪激昂 也涌上交通腰道 大小车辆卡在路口 无法动弹台北车站前 中山南路中小西路口大塞车 警力也出动两千多人 在立法院行政院等严正以待 人民基于宪法保障的权利 那他的集会游行我们都充分的尊重 那这现在就是年金跟前将基础建设的二三度 现在已经在立法院了 所以他的通过以及在立法院审理的情形 我们也都尊重立法院立法委员们职权的行使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赶快通过 面对反年金改革的抗议在一起 行政院发言人徐郭勇景表示尊重立法院决议 我懂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公务人员 不是劳工啊 不就公务人员比照啊 有这个比照吗 就在这里比较 这是对啊 如果有这样很清楚 场外抗议 场内朝野仍旧公交人员退服法内容协商 立法院场内外还是上演着不销沟通 一分钟 二费 第二 builder 本市有请您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